嘿嘿,大家好,欢迎收看牛腔下位 给我带来的游戏视望解说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叫 Urban Empire 城市帝国 这是一个模拟经营的游戏 或者叫模拟建设的游戏 我个人不大玩这种游戏 因为现在市面上大多数这类游戏 都是,啊,这个房子我要放在这个空地上 哎呦,我放得有点丑 我拆了重放 这个花园我要摆在这个房子的旁边 这个路人长得有点丑 把他枪毙掉 操作比较繁复 很多玩家呢有这种爱好 但是我个人不大喜欢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的城市帝国呢 它更偏向于一种宏观上的掌控 你作为一个市长 你要考虑的是这个城市需要什么 我要提出什么法案 帮助这个城市的成长 怎么样去和其他的党派搞好关系 让他们支持我的法案 是这种搞政治,搞宏观的概念 至于一个房子建在哪里 那是完全不关你屁事的 那么这个游戏呢也分为五个纪元 从一八几几年开始 这种小平房很丑的 一直到很有科技感的高楼大厦 游戏过程呢非常漫长 今天是不能一一展示了 那么我之前也进去玩过一小时 由于它太复杂,太庞大 一个小时完全吃不透 我一顿瞎其巴乱搞 这个城市就 没关系吧,我们再来玩一次 希望这次呢有更好的表现 那么这里呢就是你选择 你自己的家族的画面了 你出生于一个庞大的家族 你作为这个家族的代表人之一啊 来管理这个城市 成为这个城市的市长 那么之前呢我玩的是第一个 因为我随便选的 这一次呢我们要换一个了啊 我来看看 好,我选完了 我选这个,你们看啊 他们被视为是人民的英雄 他们的奉献精神 使他们在下层阶级中颇受欢迎 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得到了高度认可 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选这个了吧 啊,因为他是绿色的 走吧 第一纪元呢我们是扮演这个人物 康纳基尔加诺 他是个乐观主义者 哎,你看到能看到人和市的积极面 他还诚实 你看,皇帝钦差 你的职位是皇帝亲自任命的 你不会被议会投票罢免 这个就很好 我永远就在市长这个位置上呆着 呆一辈子,呆臭了 也不让任何人上来 哎,这里呢就选择你要开始的游戏的地形了啊 我个人认为他是以难度来划分的 第一个是最简单的 一带平原,对吧 这里有个山谷 你看,这里呢全是山脉 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吧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片未知的大陆 我们要在这里造一个新城市 雄心勃勃 哇,好一片肥沃的土壤 有石头,有树,有海 风水宝地 新城山川闭绝之势 啊,要开始建一个新城市 首先我们需要什么 要一个行政区 你得有中心统治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才能慢慢的铺开吧 对吧,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靠海的这边挺不错的 对吧 行政区全是海景房 我跟你说 行政区就这样出来了 这个区域呢 你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啊 这个有一个范围在那里 就这样吧 这是我们首先踏上这块土地的第一步 高密度默认 咱们来默认网格吧 建造这片区域呢 要花费我们35万,每个月还要有4万多的维护支出 这样呢,我们的行政区就发分出来了 光有一个区域还不行 你得有一个市政厅 对不对 这有一个这个我们开会的地方啊 要来考虑这个城市发展的地方 这个绿色的是居民区啊 黄色的是工业区 蓝色的是汇合区啊 我们把它放在汇合区吧 放在行政区正中间代表了统治的力量 一个房子建在哪里啊 那是完全不关你屁事的 那么现在的这个因为是第一步啊 第一步建的东西 我们不能通过议会来投案通过 我们要有使用自己的私人资金啊 来建设这一片区域 那这样的话我37万就没了 我带来50万一共就 这个地方叫达林顿 那么我们第一步已经造好了 接下来什么发展科学 首先我们看看啊 这里有个燃气设施 安全机构 就诊所啊什么的 热力学 蒸汽动力 提高这个工业产业的销售额 还有还可以建警察局 我们现在要学这个热力学啊 你蒸汽得弄上啊 对吧 火车站得有啊 服装的得有啊 不然穿什么 每个人都裸奔 对吧 开始啊 热力学开始研究 这片行政区域的华丰呢 也开始慢慢的吸引市民进来 居住在这里了 有人在这里造房子了 哎 你怎么造这么错 你影响市容啊 城管给他赶走 市民就进来了 他们非常开心 哇 找到了一个市外桃源 可以当做家的地方 对不对 随着这些房子的建立 居民的迁路啊 我们的财政陷入了赤字 你看 每个月亏四万多块钱 但是呢 不要急啊 等这些居民安稳下来 安定下来 开始做生意 开始上班 有产出了 慢慢就会好 你看 这不是好了吗 哎呀 看着我这些小市民 哎你看 好可爱 你看 还有马车 哎 慢慢的生活 有一股幸福感 对不对 快给我上班去 给我赚钱 这是什么 啊 这是个蜡烛厂 林业的公司 哎 都建起来家具业 你看 现在呢 居民多了 啊 我们要为他们服务了 城市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 我们要改建行政区 这时候呢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建筑可以设计 啊 就是这个语法学校 加这个城市的这个平均个人发展指数 看到没有 这上面有个个指数啊 什么幸福度啊 安全度啊卫生度啊 这个什么啊 环境啊 各种各样啊 那么这个学校呢 是加个人发展的啊 教育嘛 对吧 语法学校 这个学校有个绿色的辐射范围啊 这个绿色的范围里呢 加成是最高的 你可以给这个学校拨资金 让它增大这个辐射范围 造在这个旁边嘛 因为我今后还要这里规划一片区域啊 要造成到另外一个区域 对吧 要为将来发展嘛 好 学校造好了 这个学校为什么还要让我使用私人资金啊 这个党派都同意的 你看啊 都同意的 我为什么要使用私人资金 这个教程有毛病 真是 建了个学校之后呢 我们这个个人发展成为正的了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些素质全部变成正的 我们是为了人民服务啊 不辛苦 孩子们都来上学吧 教教你们语法 跟我念 Fuck you 不是you fuck 是Fuck you 对 聪明 又是家具业的 食物生产 提供了15个就业岗位 你看 挺好 挺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议会 现在目前只有三个党派 有一个保守党 它成员有28个啊 就是有28票 还有个自由党 有26票 另外还有个萨瓦利亚 民主党 有7票 这个党派比较弱势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了 财政是赤字的 看到没有 我们不能干巴巴的等着 他们自己就业 自己搞 这个慢慢 这样太慢了 我们要解决的快一点 就是什么 提高税收 之前说了 这个要需要投票的啊 不是你想改就改的 那么我们知道 提高税率这种事情 那肯定要一点点来 不然会遭到极大的阻力 一点点一个表执 直接一次性解决问题 商业税提高到20% 这样如果成功通过的话 每个月就加三万多块钱 就能直接能把财政赤字给干掉了 让他们开始投票啊 这里看到他们的一个倾向度 我提交了这个法案之后啊 这个由于税率拨得很高啊 他们大多数人呢 都反对 这个萨瓦利民主党啊 他是摇摆兼反对 这个自由党呢 强烈反对这个议案啊 你怎么能提高这么多商业税呢 保守党呢还是比较同意的 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说 肯定通不过了啊 我们可以跟他们交涉 这里呢有三个交涉的选项 第一个是跪下来叫爸爸 求求你通过吧 第二个是要求他 跟他说道理 第三个是威胁他 不通过就弄死你 他这个这么反对 我感觉要突出骑兵 我来威胁这个自由党 反对我就因为这自由党末子 这个这太极端了啊 如果他们反对 自由党就不会受到你的青睐 自由党他们就得小心 威胁他 你看长了点 看到没有 自由党的成员们 被你的威胁胡懵逼了 太好了 但是和他们的好感度呢 也减了啊 这里面还有和党派之间的好感度 好感度越低呢 你通过这些交涉的选项 觉得效果就越低 但是他们还是给我拉了几票啊 萨瓦利民主党呢 我给他要求一下 我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萨瓦利亚民主党呢 他主要的政治目标是 宣扬萨瓦利亚人对自主政权的渴望 那应该选第一个 你要对全萨瓦利亚负责 对不对 哇一下子加那么多 你不投票就卖过贼的形象 有好都减了 但是还是给我拉了一些投票 胜利的天平 再上我这里倾斜 看到没有 保守党呢 表现不错 我来恳求你一下 恳求一下 他们也往上提了一点 看到没有 现在大概可以了 应该可以通过了吧 我估计 每个月呢 你只能交涉一次 游戏呢 也分为很多阶级 有下层阶级 学生 工人阶级 中产阶级和精英 他们的人口呢 不一样啊 你通过不同的法案 能让他们有不同的影响 为了确保投票通过呢 我再恳求他一下 与党派主席安排一次私人会议 我跟他密谋 这个保守党啊 他的议会成员是最多 票数最多的 跟他搞好关系 没错的啊 中间这个呢 我再恳求一下 我也和他党派 有来个私人会议 太好了 没有减好感度 太好了 自由党呢 我就放弃他了 你要反对 你就去反对 反正通过就行 你反对也没用 我就不减合他的好感度了 这次提高税率的法案 应该可以顺利通过了 看这样子 我不用一直来查看议会了 我们的学校怎么样了呀 我可以消耗 一万块钱扶持他 扶持吧 捐款造洞楼 对吧 就这概念 哇 非常幸福的生活 你看这么晚了 都开着灯在拍啪啪 哦 开始投票了吗 税一定要通过啊 来吧 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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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看样子应该是没问题了 耶 这23个人给我拉出去毙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财政呢 到下个月开始生效啊 财政看好了 直接每个月两万六 终于踏上正轨了 议会里面呢 给这个各种服务啊 拨款 我可以给自己拨款 什么鬼啊 我可以给这个语法学校拨款 每个月多给他一万四 我感觉这个可以缓一缓 要发展其他东西 我要把这些素质全变成正的啊 不能只去提升个人发展指数 要全面发展嘛 现在人口有700多个人了啊 工业需求比较高啊 我应该弄多点工业去 跟提高更多的就业 热力学研究完毕了 我现在能造这个警察局了啊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研究什么呢 我想一想 还是先诊所吧 你得先要给他看病的地方 对吧 安全机构啊 研究 那么我刚刚由于 完成了这个燃力学的研究啊 我现在可以造火车站了 火车站呢 是只能造在这种固定地点的啊 但是他需要花费很多钱 要花费200万 然后每个月呢 要花24000维护费 不不不 先别啊 先别 刚刚我们还接受了一个警察局 这个警察局还是非常必要的 提升安全指数 他要花600K和20K每月 舍不得还是套不了狼 这里房子造满了 警察局太胖了 C不进去 有没有地方造个警察局啊 诶 真他妈我警察局这样造的 应该是我妈 不管反正造上去就行 这应该是个bug吧 警察局几乎人人都同意 你看 那么这个游戏呢 时不时会出来一些随机事件给你看 比如说这个 蒸汽与速度 新建了一条铁路 不久之后 居民们就可以快速通行于城市之间 刚刚造火车站嘛 虽然我没造 但是这个事件还是出来了 你对铁路有什么看法 这两个我们肯定不能选 作为一个现代人 选这两个都是智障 我这个人物啊 他是和下层人民达成一片 我觉得应该选第二个 每个市民都应该乘坐火车 民粹个性获得点数二 这个点数我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用啊 好 准备投票警察局了 满票通过 这十个人拉出去必了 我可以花自己的钱 10K啊 扶持这个警察局 扶持一下吧 反正我有点是钱 就扶持一下 还好啊 我一开始没拨款给这个语法学校 不然现在又辞职了 我现在每个月就赚3K 好惨啊 我觉得是时候再提高一波税率了 好 我加个4%的税啊 商业税 现在的胜利的天平是平衡的 我来劝劝这个中立的吧 我恳求你 城市真的需要他 被我的演讲鼓舞了 好 胜利的天平倒过来了 保守党 谢谢你赞同我 但是我还是要恳求你一下 多数市民都同意的呀 其实我也不知道同意不同意 行了 这个投票基本上通过了 不用来管它了 就这么加了4%的税 能拯救我们这几十年 漂亮 警钟长鸣 警钟长鸣 好 安全机构研究完毕了 可以造诊所了 下一步我们就要造这个燃气设施了 来吧 经过研究了安全部门啊 我们解锁了很多法案 我们来一个禁止卖淫 不不不 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 这个你看娱乐就没了 对吧 娱乐就没了 环境高了 社交高了 娱乐就没了呀 这不能不能没娱乐的吗 咱们看看这个工作安全法案 降低工人的商产率 这个比较好 加安全各种销售的需求都加了 也不用政府花钱 对吧 挺好 你们应该都通过吧 漂亮 看来都是聪明人 看看酒精许可证 给城市还能带来收入呢 你看酒精这种东西啊 使人上瘾 很多酒鬼啊 喝醉了啊 有可能危害到自己的这个健康 还会危害到别人的生命安全 对吧 所以我们要颁发酒精许可证 这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一步 看看烟草专卖啊 烟草专营 你要卖烟草需要有执照 这是很正确的 因为烟也使人上瘾 你得控制住 对不对 这是立国立民的好事啊 怎么要钱呢 不要了 看这个安全部门法案 加健康 中产阶级工作变 还能变化到诊所里面去 看着这个健康度 我们就上了 来吧 提议 我刚刚提出这三个法案啊 大多数人都接受啊 因为在游戏出去呢 你提的这个法案 这些东西都是人民最基本的需求 所以一开始呢 很多法案他们都同意 所以这游戏的进行一些 比较模拟两可 引起争议的法案 就开始要搞了 都赞同的 对吧 不需要跟你们交涉了 自己投票啊 我们是民主的 我不会搞那些小阴谋的啊 我们城市经过这三个法案的通过 可以进入一个长足发展 我们的这个经济又得到发展了啊 每个月有两万四了啊 有人提议 禁止雇佣十岁以下 儿童作为童工 这我肯定支持的呀 效果也好呀 你看 还有脑力产能呢 这个脑力产能 就是你研究东西之后 研究的速度啊 决定了 这肯定支持啊 现在报纸出现了啊 萨瓦利亚公报 新法律禁止十岁 儿童在重体力环境下工作 你这个就是标题党啊 这个法案都还没通过 还不知道 你就来了一个新法律 真是 哎 这报纸都一样 基本上这个还是会通过的 这萨瓦利亚民主党是最赞同的 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关心 这个底层人民生活的一个政党啊 以后要投其所好 我感觉我可以创建一个行政区了吧 新的行政区 现在这个行政区已经饱和了 所有东西都建满了 哎 又出来一个事件啊 税收提案 自由党担心学生们被重税困扰 议会是否应该削减学生税 稍作削减吧 来个折中一下 保守党激怒了你 一位平民市长 挤身于上流社会 有些过火 因为我这个人物是平民嘛 本来 他们用尽机会指出你的卑贱出身 想发设法使你陷入窘境 关注学习礼仪 加二亲信他人 减二奉事 与最糟糕的麻烦制造者对视 我觉得应该加这个 因为我本来就是个乐观主义 我在加强我的乐观主义啊 哇 自由党感谢我 看到没有 我和自由党是一帮的现在 保守党激怒了我 保守党你们这些人完了 哪天被我抓到小辫子 你们 看好 我给你尝尝男人的滋味 我感觉应该搞这个烟草专营 虽然他花政府的钱 但是他能带来销售需求 看到没有 长期看来还是格算的啊 烟草专营 来 大家也都赞同 学生的这个重税啊 应该通过了啊 要削减学生税了 这样的话呢 我每个 每个月呢 这个收入就减1%了 燃气设施好了 这样呢 我就能在这个行政区啊 建立燃气造明的基础设施了 第五个时代会有什么 遗产学 家务机器人 到未来去了 你看物联网 AR技术 咱们还处在这个最古老的这个地方 咱们先研究一下这个电报吧 因为电报可以解锁这个行政区内住宅的分布选项 因为这里呢 有各种需求 看到没有 住宅需求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商业需求还有一点点 你要根据这个需求啊 来划分你这个区域的大小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刚刚由于研究完了燃气 我可以为这个城市提供基础设施了 这里可以铺上燃气设施 看到没有 激活网络 挺好 都同意 全部都同意 这次这些党派怎么都没给我作对 我上次玩怎么都跟我作对 真是的 保守党认为 工人阶级被过分征税 他们的收入不高 所以他们的税收也应该低一些 是否削减工人阶级税收 我作为从平民上来的 我要信守承诺啊 对不对 肯定要消啊 怎么叫增加一点点 什么鬼啊 我都不敢点了 这样子啊 应该是消减 应该是消减的意思 正常消减 煙草专营怎么样了 增加了更多的销售需求 这样的话 我们建设第二个行政区的举动 就被提上了日程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需求 看到吗 商业需求 没关系 不过 都不得了 转发了 我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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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不得了 没关系 你 在这些事 感谢观看 你得明白这件事有多重要 多数市民统一指示 我估计不会统一的 你要在一定环境下选择正确的 他才不会减好感度 否则的话很容易解 现在的话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会通过 我们要为新的行政区 造出来的东西要付钱的 对吧 要做好准备 将来等城市发展好了 经济好了 慢慢的再减低这个税 新的行政区怎么样了 这个通过了 希望税率也通过 这样就完美 新的税率通过吗 我靠有点危险 我最后再交涉一次 但最后的投票之前的交涉 效果就会差一点 私人会议 勉强统一就加了一点点 最后考虑一次 漂亮通过了 Yes 自由党恳求一下 共进晚餐 太好了太好了 这个税可以通过了 来吧投票吧 哇 这个太险了 还好最后有一次 这个交涉的机会 过了这个月 看一下有新的行政区 还是赤字 这个新的行政区太花钱 要等他这个工业的东西建起来之后 大家开始转 哎 哎 哎 你这就 哦 他造完实时生效的 他不需要等人进去什么的 我可以造教堂了 我应该先弄这个公共卫生 可以造水管什么 大家要这个清爽一点 人不能太脏 对吧 你不能不洗澡 研究一下公共卫生 改建行政区 他这个需求 工业需求不需要 需要住宅需求 我住宅需求提升一下 燃气也铺上 我造一个教堂 这样可以提高这个社交 照在这 都辐射到 这样的话又要花钱运营了 我现在怎么赚那么多钱 我满足了这个需求 应该是 行政区 通过吧 耶 有时候报纸里的一些信息 其实也挺有用的 业余科学家的数量 在显著增长 那我是不是该提升学校的水平 对吧 这种 顾几个教授之类的 我这个诊所 我自己拨一个款 这个学校呢 我再拨一个款 哎 不到最大 反水污染的投票啊 开始 好 环境好了 太棒了 水污染将被终结 现在我们这里面 唯一一个负责就是娱乐了 还好我没有禁止卖淫 不然娱乐更低 对吧 我们来这个微服私房一下啊 哎 你们这个房子不错吗 你们两个干嘛 情侣吵架了 快去追 这个追回来哄一下 给点就业机会嘛 哎 你怎么只招了三个人 我收你50%的税啊 你信不信 每做房子 他数字还不一样 太复杂了 这个图标是什么 这个图标是什么意思 哦 他这个商业建筑 这个图标代表他 做生意赔本的意思是吧 哎 这我没办法帮你啊 人太蠢了 你这 我是不是可以建火车站了 我在想 我有钱了呀 现在火车站呢 他每个月要支出25,000 造他 要200,000 比如说我现在一造火车站 我这个收入和这个存款 几乎都没了 但是火车站能带来 什么样的收益呢 就加速企业的发展 加速企业发生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要不要铤而走险 我感觉 应该造火车站 因为火车这种东西 我们知道 我们是现代人 我们当然知道 这必不可少的 这什么东西 加一 加一个人发展 加一娱乐 我在想 我这个决策 会不会是关键的一个决策 如果同意了 通过了 我没钱了 是不是就完蛋了 现在就看我是虾气扮乱搞 还是英明 去 我在研究这个公共卫生设施 他来一个事件 希望更加专注于水的清洁 水的生产 还是下水道呢 如果点这个应该是家的健康 对吧 水的生产点这个我也不知道 健康现在可以的 我点个水的生产吧 加了一个安全 然后呢 每个月财政支出还减了 太好了 现在城市已经颇具规模了 你看 可以说是一个小城镇了 对吧 火车站 投票应该会通过 将来火车站一建起来 和世界沟通 对吧 投票 所有工业企业的销售需求减二 因为火车站接轨了 对吧 我为什么要造火车站 每个月只能收入800多块钱 怎么比我个人的收入还低 我日他大爷的 火车站附近的铁路隧道 施工现场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 我高 一场爆炸导致14名建筑工人死亡 还有几十人受伤 身为市长 你必须立即处理这个事故 你决定发表一次公共年交 保证赔偿吧 对吧 这个最实在 加幸福度 太好了 娱乐也上来了 那我可不可以禁止卖淫了 对吧 你们现在开心了 就不用操了 禁止卖淫会减两点娱乐 哎呀 就变零了 他加社交 加环境 环境社交都是正的 而且社交有8 你看算了 先不要了 我感觉不应该这么早 造火车站的 我应该多化一点行政区 等人多了 人口多了 发展成熟了 再造火车站 所以说我就是瞎急巴乱搞 劳动工会呢 有人提议 许可市民建议工会 就是动不动罢工 要争取自己利益 那种工会 支持还是反对呢 如果支持的话 社交这个新就会上升 脑力也会上升 他也没说有什么惩罚 惩罚可能以后会看到吧 支持吧 为了让他通过 我给你恳求一下 好 绝逼通过了 生活像是下水道 生活像是下水道 一股恶臭 还黑气气的 我可以铺设水管了 还能造小公园了 还可以有药房的这种生意 可以出来了 那下一步我就发展 这个摄影术吧 这样能解锁监视 我能解释那些党派 可以威胁他 还能造剧院 提升这个娱乐指数 来吧 然后我要铺设技术设施了 可以铺设水管了 这水管呢 每个月要花费 一万多块钱 哇操 没钱呀 燃气接灯 我之前忘了 每个月花五千多块钱 我的天哪 这还只是一个区的 每个区是分开来的 等等 这个东西好像能提高 企业的效率 要为长远着想 提升公司产能 这个好啊 水管要接的 水管要接的 来自维也纳的首班火车 哇皇帝要来了 在典礼上 建筑公投不小心犯了错误 他势里的指出 建造过程中发生了少数 哦 把这件事告诉皇帝了 也在我的演讲中提及受害人 皇帝已经知道了 我还不如大大方方的说出来 对不对 还希望他们恩典干什么 安全家 保守党的好感度减二 铺设水管的投票啊 太好了 这的话我这个区域已经铺设水管了 我希望加钱加的快一点 哦 我怎么变富的啦 哦 造水管要钱 私生子是什么鬼啊 今天迎来私生子的数量明显增加 他们的母亲 哦 我没有禁止卖淫 所以说私生子就多了 我就造成了这种严重的后果 未婚生子的母亲不应该接受到谴责 谴责婚恩爱情 私生子应该被家庭所 加一财政是什么鬼 应该这样 未婚生子的母亲不应受到谴责 保守党又减一 但是幸福度加了 挺好 保守党滚蛋 免费消防服务 哇 哇操财政支出加百分之二十 这是一百分比来的 你以后赚的多了 也是一百分比来的 现在没钱啊 我们现在虽然没钱 但是看到市民们这个素质 你看 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虽然环境有点糟糕啊 我得我得找个地方建个小公园 那么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时代呢 也即将结束啊 这个这个弄好 在这个炼钢法结束之后呢 这个第二个时代的这个科技都能用了啊 比如电力啊 流水作业系啊都可以解锁出来了 要稳步前进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了啊 这个游戏非常好玩 以后还会遇到更多的这种啊 政治上的非常肮脏的东西 现在看着顺风顺水 以后 有争议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市民的需求呢 也会非常旺 今天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呢 玩不了那么久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